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获悉加拿大正式启动引渡后 摆出鱼死网破的尽头 破釜沉舟控告加拿大多个政府部门 此外外传她也正在联络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准备进修博士学位 孟晚舟一号透过律师向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 对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提出民事指控 称加国政府在她拘押期间以不实名义对她进行逼宫搜查 严重侵犯了她的宪法权益 指控称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故意拖延 没有及时执行逮捕令 并非法拘押搜查和审问孟晚舟 以在她被捕之前从她那里获得证据 根据诉状所指 孟晚舟在机场被非法拘押三小时后 皇家骑警才执行逮捕令 诉状展开的细节显示 2018年12月1号 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 被命令交出所有电子设备、电脑和密码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官员随即非法打开 并查看了这些设备中的内容 这一行为侵犯了她的私隐权 此外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还搜查了孟晚舟的行李 侵犯其私人权 路透社取得的法庭文件指 孟晚舟单方指控边境服务局人员 对于他们没有权利进行搜查这一事实是知道的 又或者是罔顾后果 这种搜查是在例行海关或移民相关检查的错误借口下进行的 路透社曾分别向加拿大司法部、皇家骑警 及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查询回应 但司法部及皇家骑警不遇置评 边境服务局只在司法程序开始前不会发表评论 法广称 孟晚舟的律师是与加拿大政府 启动引渡孟晚舟法律程序当日提起起诉的 这可以理解为 如果加拿大司法部不批准启动引渡 孟晚舟不见得会状告加拿大 难怪有网友称 孟晚舟没有在中国遭遇警察 否则她真不好意思提及隐私 加拿大司法部在3月1日声明明确指 在彻底和全面审视证据之后 决定开展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签发授权进行令 中国外交部及华为均有声明要求释放孟晚舟 对此旅美专栏作家吴总来表示 几十年来打造华为 现在试图抢救孟晚舟 本身就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并且不能不令人怀疑 华为是具有间谍机构的属性 他还说以举国之力来救它 这个动作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这个级别太高了 证明他们把华为当作他们的一个命脉 当作他们未来影响世界 控制世界的一个技术命脉 这是中共所谓的资讯领域弯道超车 抢占这个先机是中共的一个梦想 而且孟晚舟后面可能掌握着非常重要的机密 甚至她父亲可能都不知道的 孟晚舟可能都知道 大纪元消息指 据周五曝光给美国记者的邮件显示 华为试图以支付出差旅费的方式 邀请记者前去深圳华为总部采访 外界认为华为此举是在试图收买媒体和影响舆论 另有报道分析指 孟晚舟有意长居温哥华 为漫长审讯做准备 孟晚舟也曾透露 保释后有意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同时为女儿办理 入读当地学校的手续 母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